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首先抱歉啊,就是最近呢,这个视频的更新还是有一些慢 家里面事情比较多,影响了这个更新的速度 要跟大家说声抱歉 不过呢,我是没有放弃的 视频还是要坚持做下去的 那这一次呢,我们来聊一下一个从来都没有聊过的话题 就是关于于加拿大育儿方面的 其实也是我频道的粉丝呢 就问我说能不能分享一下这边幼儿园的情况 我想这也是衣食住行里面很重要的一方面吧 希望这方面的资讯呢,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家庭 另外这期视频呢,我会亲自带大家去看一所全新的幼儿园 如果只是想看幼儿园长什么样的朋友 可以直接跳到视频的后面 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学龄前的托儿系统 首先哈,加拿大它这个产假呢,是一年 然后可以延长这一年半 所以大部分妈妈在孩子大概一岁到一岁半左右的时候呢 就要回去上班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没有人帮忙带孩子的话 就必须要送日托了 所以它这个日托所服务是接受一岁以下的孩子的 那加拿大在小朋友上小学前的这个教育系统呢 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daycare, preschool和kindergarten 那daycare就是日托所 它主要是接受0到6岁的孩子 就是说在上小学前呢,都是可以送去这个daycare的 日托所呢,又分为很多种 规模大的有那种大型连锁的 比如比较常见的sifa啊 然后还有最小的呢,有这种家庭式的 通常就是在自己家的独立屋里面 它会规划出孩子活动的区域 然后还有后院这个玩耍的地方 当然这种家庭式的daycare 它也是经过政府的批准的 那送日托所呢,是比较灵活的 你可以选择送全天 或者是只送半天 又或者是一个星期只送固定的几天 然后还有些日托所呢 它会提供早饭,午饭 但是有一些呢,它可能是需要家长自己准备 所以说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来进行选择 那除了日托所呢 这边也有所谓的学前班pre school 通常呢,是接收两岁到五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那这个学前班呢 它主要是注重教学这样 有些教学内容 它不同意日托所 日托所它没有说是一定要有教学内容的 有的日托所有,有的可能就没有 所以pre school学前班呢 它主要是帮小朋友学一些东西 但是它的问题是 它不是全日制的 所以对于很多父母双方是全职的这种家庭来说呢 它可能就不是很适合 那小孩到了五岁的时候呢 就可以上这个kindergarten幼儿园了 那它这个名字叫幼儿园 但是其实它才是真正像是我们概念里面的学前班 kindergarten在BC省呢 它是属于公立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的了 我听说在某些省好像不是哈 有指导小伙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因为是公立教育体系里面的 所以呢可以免费入学 就等于像是上学了一样 它目的就是有一年的过渡期 为今后上学做准备 那除了以上几种托儿服务哈 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个 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个早教项目 在BC省这边呢 它叫做strong start 我相信其他省它也有类似的项目 但是名字可能会不一样 那这个早教项目呢 它提供给零岁到五岁的孩子 就是如果家长自己愿意的话呢 孩子刚出生不久也是可以带去的 通常呢它是设置在小学里面 然后有各种的玩具啊 有专业的老师带着做游戏唱歌 然后户外活动等等 每天大概会开放两到三个小时吧 家长可以随时来随时走 最最最关键的是 它完全免费 因为是政府提供的嘛 所以呢 确实是免费加高质量 真的强推 但是要强调一点哈 就是它这个是早教项目 不视托儿服务 所以呢 它是需要家长陪同的 就比较适合 不需要去幼儿园 但是呢 又希望孩子有些社交 或者是有一个绿娃场所的父母 那这个项目呢 是需要去政府网站上申请的 我会把链接放在 视频下方的新西兰里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申请看看 那介绍完了这么多 现在我们来实地 真实体验一下 一所幼儿园 我先说明一下哈 那这个幼儿园呢 是我一个好朋友新开的 所以我很荣幸的 被邀请去实地拍摄 给大家看 我也会具体介绍一下 这个幼儿园的情况 那他们这家Daycare的位置呢 是在Metro Town Scent Hour17大楼里面 占据了整整一层 一共有13000尺 包括八个教室 一共可以容纳 大概160个小朋友 然后呢 它是一所蒙特梭利幼儿园 就是完全采取 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 并且是中英双语 很适合华人的家庭 幼儿园呢 主要分为三岁前 和三到六岁两个阶段 一进门呢 我们先看到 有很多这种小柜子 给小朋友们 刮衣服呀 放书包啊之类的 然后里面呢 是其中一间教室 大家可以看到 空间很大 而且里面是这个典型的 蒙特梭利的布置 然后这个教室呢 是给到三到六岁 这个年龄段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区域呢 是小朋友们吃饭的地方 然后这边呢 就是厨房 那因为是双语标园嘛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中文教学 然后这边读书的区域呢 还有很多的中文书籍 这个区域呢 是进行一些数字学习的 然后从这边出去 是户外活动的空间 他们每一间教室呢 都是可以出去到室外的 会保证小朋友的 这个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 然后这边这个区域呢 是培养一些生活技能 再走过来这边呢 是另外一个教室 每一间教室都特别大 然后这一间教室呢 是给三岁以下的小朋友的 左手边这个区域 是他们睡觉的地方 帘子拉起来 嘿嘿的就可以睡觉了 这边呢 是洗手间 非常的干净 再过来呢 就是小朋友吃饭的区域 哇 小桌子小椅子特别可爱 然后转过来这边 就是他们玩耍读书的区域了 然后呢 这边是培养小朋友的生活技能 像是洗洗脸呀 模拟洗衣服 晾衣服什么的 然后这一块呢 是放了一整套的 蒙特索律的教具 那除了这一间间的教室之外呢 他们还有活动室 可以带小朋友在里面 唱歌呀 跳舞呀 做运动之类的 那好啦 今天很开心 可以跟大家又分享了 一个新的主题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另外就是跟大家通知一下 Ario说频道呢 有自己的微信粉丝群了 主要大家会在里面分享一些 这边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会把这个群的奥蕊码 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想进群的朋友 可以扫码进群 再次感谢大家对频道的支持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